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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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這個東西是一番兩瞪眼 你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 因為讀者不會等你 因為我想的時候就會拿一包紙開始塗鴉 開始畫 可是我一直到 國中武專才真正了解 畫是可以變成一本一本漫畫 然後到武專才開始知道有漫畫比賽 所以我整個武專五年就是一直比賽 一直投稿 然後到當兵之前得獎 確定我真的可以靠這個東西賺錢 然後退伍之後 我就許一個願望 如果三年之內賺不到錢 我就回去做鴨尺 剛學的鴨尺 然後現在賺到了 就繼續下去了 就一路下去 做鴨尺是 應該說是 畫漫畫 國中知道畫漫畫賺不到錢 所以 到武專的時候至少要先學一個 可以 萬一失敗之後可以養活自己的技能 最接近藝術的就是刻鴨尺 因為人類的鴨尺沒有一顆是一樣的 就算你學會二十八顆 每個變成來都不同 雖然講的是牙肌 可是完全是守護的工作 對 然後雕刻夾跟用沾水筆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 手感其實也是一樣的 阿基拉跟崇摩 就四郎正宗老師跟大爾克洋老師 就是我的 他們也幾乎就是用 他們的沾水筆的分量很重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好帥 他們怎麼弄的 於是我就開始學 沾水筆 對 那個用 黑墨疊出來的畫面是 我想要 想要呈現的樣子 我還很不成熟 我還在學習 可是我的漫畫是比較像電影的 因為我是看電影長大 所以 嚴格講來說 電影看太多 對漫畫的語法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我用電影的節奏來畫漫畫 其實讓我吃很多苦頭 我的第一個作品 就這樣被推高很多次 我想講故事 然後我的專長就是 把我腦袋想的東西畫出來 就是找到漫畫這個方式 去表達我的想畫這樣子 我幾乎一輩子都在旅行 就是我眼睛只要閉上就在旅行 因為我腦袋的故事 我的腦袋的HB又不停地在播 沒有停過 所以 我只是努力讓我的手 可以畫得出來我 剛剛想過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 我這十年的漫畫生涯 大概就是 唯一的收穫就是我的手 現在慢慢趕得上我 腦袋想的畫面 這樣子 我只希望我能把我的腦袋故事畫完 把這些畫面 那麼 謝謝 不要 在路 那 我覺得 就 ора